大型系列动画片《西游记》第二集 龙宫取宝 电关练物 耳听发发 电关练物 物可松切 超炼平时 带王去奥莱国借兵器怎么还不回来 奥莱国离这里好几百里 哪这么快 你不懂 带王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你才不懂 带那么多兵器 能翻跟头吗 不是 你不懂 是你 大家快看 看什么 他在天上 哪来这么多的小猴王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这都是我身上毫毛变的 带王那些兵器是 这都是我从奥莱国国王那儿借来的 兵器今后咱们也不怕了 妖魔鬼怪上这儿来了 小的们操练起来吧 来 开始操练起来 开始操练 进头要足 紧握兵器 工作要齐 我也活动活动手脚 这儿 这儿 真没劲 为什么带王你自己不向国王讨一件好兵器 进过了 全都经不住我一捏就弯了 不知道带王能不能下水 我现在上天入地都行 怎么不能下水呢 那就好 传说我们这水帘洞下面直通东海龙宫 那老龙王什么宝贝都有 带王为何不去 要一件衬心的兵器呢 这个主意不错 大伙等着 我去东海龙宫找件衬心的兵器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龙宫的徐罗密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你眼神也太差了 连老邻居都不认识了吗 还敢狡辩 给我拿下 给他来个万天青 他堵他 他堵他 往哪儿去 我是你们的邻居孙悟空 有了二位通报一声 我要见龙王 龙王也是随便见的吗 这话怎么讲 哪来的野猴子 连规矩都不懂 这个 见面礼 好说好说 谁 给我 给我 这个元宝是我先捡到的 是我先捡到的 你给一个元宝叫我们兄弟两个怎么分 咱们兄弟俩怎么分一个元宝 拿来 好吧 我给你们分开就是了 你稍等 我去禀报龙王 快去快去 夫人 将军 你咋 是 夫人 那我吃你个鞠 那我也吃你的鞠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让你吃我个鞠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启禀龙王 挖过山的孙悟空求见 他说是我们的老邻居 夫人 我去去就来 请你不要动我的妻子 多谢了 大王只管放心去就是了 大仙请 龙王好 姐姐你看 来了个毛猴 不是毛猴 是仙猴 他的样子好怪 不是怪 是圣 请坐 老邻居好自在 小心 这家伙咱可没见过 放心吧 没事 你是 我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猴王 孙悟空 孙悟空 对 叫孙悟空 该谁走了 原来是个大王 怪不得这么傲气 不是傲气 是神气 我听人家说 龙王爷 你这里宝贝 特别多 天上地下的无奇不有 那还用说 圣人面前别露腹 不不 这都是谣传 其实也没多少家的 别客气 今天我特地来 来做什么 我的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今天我特地来告求 做什么 讲 这几年大家手头都很紧 求钱可没有 不求钱不求钱 只想求一件趁手的兵器 我当什么大事 就要一件兵器 来人呐 对 要是大家都来聊 可怎么得了 这 龙王 快去快回 是 眼睛不如近邻 一回生 二回熟 今后常来玩 多谢 爸爸妈妈这也太小气了 不是小气 是丢人 当初咱们买这些家伙的时候 也费了不少的劲 就是现在它要是都拿走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当心我要将你漏 我的当头炮呢 早给我吃了 我怎么不知道 好啊 我孙悟空好歹也是个代王 竟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代王息怒 我们是开个玩笑 那兵器 给 给 要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 我发誓 来人呐 你把南方摩天大砍刀拿来 快去 是 好大的脾气 这可是最好的兵器 你拿去吧 当心我吃掉你的马 太轻 太轻了 太轻了 要中的 有 来人 在 把南方喂龙酒骨叉拿来 这个玩具它能挖得动吗 是 还没让人挖得动吗 依我看 它准是挖不动 还轻 还轻 你看仔细了 这可是三千六百斤重 不行 再换一件来 还要换 我说三千六百斤的武器已经够重了 你别再跟我纠缠不清了 啊 夫人等等 该我走了 我说老邻居啊 你看我这盘旗下到现在还没下完呢 你就别烦我了好吗 好 咱们来个干脆 你真的没有武器了吗 有啊 只怕你拿不动 弄伤了身体 可别怪我 嗯 绝不怪你 来人呐 拿东方宝贝 方天极 父王怎么不小气了 奇怪 居然把宝贝送人了 你怎么把宝贝送人了 你放心 他拿不动不会要的 方天极我还没有见过呢 咱们走近点看看这宝贝是啥 这可是最好的兵器 有七千二百斤重 没人能拿得动 因此一只搁在那儿没有移动过 如果你捂得动就拿去好了 好 夫人 该你下棋了 七千二百斤真够重的 难怪一只放在那儿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闪开闪开 他真的能捂起来 挺好大 真精彩 太好了 对不起 还是太轻 请换个重一点的 你说什么 还是太轻 请换个重的 再要重的我宫里确实没有了 真没有想到海龙王也筹没有宝了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谁说没有 我这里到处是宝 可是你要的宝我这里真的没有 好 请你向别处去要 实在对不起 我要下棋了 我们龙宫浩原不是有块大废铁吗 那是天河定底的神针铁 对 就是这块神铁 这几日下光艳艳 锐气腾腾 莫不是遇到主人了 那是大鱼治水的时候 定江海深浅的一个钉子 那是一块神铁 能有什么用处 管他有用没用 送给他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把他送出宫门不就行了吗 你说的对 打发他走就行了 在宫内后院有块废铁 岂有此理 又拿破铜烂铁来哄我 不 那是一块神铁 只要你拿得动就送给你 只要我拿得动你就送给我 这话当真 当然当真 那就请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拿不动 拿不动 还是请戴王自己去看 在何处 你引我去 你急什么 等我把旗下完 不行 马上就去 请稍等一下 就下这么一个字 然后我们同行如何 僵死了 认输认输 都是你在边上打扰 害得我输了一句 那放光的就是那块废铁 不不 是块神铁 它就在这海下身处 据说它有一万三千五百斤重 嗯 嗯 带我下去看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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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ijk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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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 这道是很有风哪 什么花 那哪是花啊 明明是如意金箍棒五个大字啊 如此说来 这还是个无价之宝呢 当然了 这全是你处的馊如意 硬把宝贝送给人家 你着急什么 这猴头他不一定能拿得动呀 要是拿不动 宝贝不还是咱们的 这倒也是 但愿老天保佑孙悟空拿不动他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 原来真还是个宝贝 待我把它拔起来 看他把一万三千五百金箍的玩意儿拿起来了 还说他不一定拿得动呢 真没想到这个猴子竟然有那么大的运气 能细太紧了 能细一点就好 真是如意金箍棒 说细就细 它能变 带我也来变它一变 变 这金箍棒真神了 要它细它就细 要它长 还不知道会不会长呢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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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快变响 快变响 哈哈哈 金箍棒可不听你的话 哈哈哈 这个意思一定是中型了 偷偷 你闯大祸了 要是怕天触破 玉帝要问罪的 好 我也没有办法呀 爹地肯定要上我们的头 这下全方了 你们不用担心 让我来试一试 停 缩到原来那么大小 是件好宝贝 让我下去把金箍棒拿上来 可惜还是太大 要再小一点 能大能小真听话 变 变 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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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怎么没了 在这儿呢 原来是件无价之宝 都怪你多罪 你说怎么把它要回来 大王就说 嗯 就说咱们没答应送的不就要回来了吗 嗯 已经说出口的话咱们能改呢 瞧我的 大王真是好本领 怎么诺大一个金箍棒变得这么小 真是神通广大 能不能赐我一看 当然可以 拿去看吧 这个宝贝太神了 让大家见识见识 对对对 真是个西式之宝啊 好一个英雄 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 哇 真是好宝贝 快还给孙悟空 嗯 你敢耻笑老孙 不 哪敢耻笑带王 只是堂堂的带王穿着如此简陋 其非成了野猴子 这 这 来人哪 快选套上好服装送给猴王 怎么 送了宝贝还送衣服 我这位夫人一向小气 今天怎么大放起来了 快给猴王送上 是 多谢老邻居 不用 不用 好漂亮一位小伙子 不 是位潇洒英俊的猴王 真不愧是一位英俊的猴王 快请回东府 让猴子猴孙们 看看你这位漂亮的猴王 好 这就告辞了 不好 我的金箍棒 放在老龙王那儿了 冰龙王 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有请 还我金箍棒 快 这 不早就给你了吗 岂有此理 你们用计让我上当 亏我早早发现 还不将金箍棒快快还来 猴王啊 不知你把它调到哪里 还像我们要 岂非笑话 不信你就搜搜吧 好 带我搜来 金箍棒 金箍棒 你在哪里 金箍棒可不在你我这里 可不是 早就给你了 飞向我们要 真可笑 金箍棒怎么会不见了 你们真的不拿出来 那可就别怪我了 金箍棒给我变大 快快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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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它放下来 求你了 既然你答应把金箍棒送给我 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猴带王 是我夫人不好 金箍棒归你 快把我夫人放下来 看在老邻居的份上 快快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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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日筹谢 告辞 夫人 夫人 我要到玉帝那儿去告你 你